有什么事情 这么不好说吗 我是同性一类的 我不喜欢女生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想知道说 我早就知道了 黄氏兄弟的韦韦 哭着打电话给妈妈 哽咽到不行 想亲口坦诚心上 我很害怕 我不敢跟你说 你知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都会一直觉得 我身为同性 便很对不起照顾我的妈妈 因为这个也不是你能够选择的 不是你愿意的 我知道 因为使用叫软体 维维被爆料出柜 没想到妈妈的反应出人意料 还进而表态说 愿意支持儿子的决定 你是我儿子 只是只要不做杀人放火抢劫的话 什么事情我都支持你们 只要你们是平安健康 这些事情对我的部分很重要 不光是如此连哥哥哲哲 同样哽咽 在影片尾声入镜 对于没保护好弟弟感到自责 我也很稳妙 但没有好好保护 我这里没有做错事 做错事 是 是爆料的 影片推出后 一天就累积百万点阅 包括设计师聂永珍都碰问力挺 认为伟伟没有做错事 不需要说对不起 这是她的私生活 还说假道学的存在 才是这个社会最羞耻的事 还有呱吉也说 从没看过任何一个人 刻意去揭露别人的性向 网友们也发声力挺 反而让爆料者被踏拔 TVBS新闻罗王张神讲的 网上看新闻 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